那我们刚刚经过这些讨论之后 再拿出你们的手机 好吗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me too 事件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或是哪些 这也是一个复选题 好不好 第一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 一个无法确定自己遭遇的事情 到底算什么 算不算性暴力 算不算骚扰 算权势算什么 第二个 难以摆脱自我谴责和羞耻感 第三 说出来之后 遭到加害人报复 为难或是报复 第四 刚才大家分享很多 说出来之后 不被相信或被质疑 被怪罪也算 第五 说出来之后 无法获得协助 无法获得适当的协助 第六 说出来以后 遭遇到人际孤立 或是其他的压力 就不只是加害者 也许加害者相关 还是周边的人 孤立你 哪些是你觉得最困难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不被相信 被质疑 被怪罪 这一类的是 大家都有共鸣 百分之六很高 这十个人 里面几乎有八个人 说出来之后 没有被 至少被理解 都没有达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 蠻令人痛心的数字 然后难以摆脱 自我谴责 羞耻感 无法获得协助 人际孤立 也很多 那报复的这个 经历跟感觉 超过一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没有办法去 站在受害者的立场 去同理 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的质疑 然后刚才讲的那一些 你对 我们对于性暴力的 一些刻板印象 或一些错误的观念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 其他的东西 例如我在想有一个是说 你讲出了这样的经验 所挑战到的 人们不想承认的一些事情 那像是什么 比如说 以校园的性侵事件来看 很多时候 学校他就会觉得 校育最重要 校育 然后同事的工作权的保障 最重要 然后 如果我们需要发生这个事情的 校长有没有可能会被激过啊 或者是我的退休 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他们所有考虑的 其实可能都是 自己 自己个人跟 同事之间 大人们的那些 相关的利益 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在乎 受害的孩子们 因为受害者大部分都是小孩 或者是学生 然后他们毕业就离开了 对 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被在乎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 那种歧视 然后 再上说 他们很容易用 社会既有的那个争吵观 去绑架受害人 主持人 你刚刚讲这个 我们快速问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遭受性暴力 或性侵害 性骚扰事件 一般社会上 对这些人 是会有负面观感的吗 觉得有的 请举手 还有就是说 很多家人 他不见得是 他不见得是 不愿意相信你 而是 他的回应让你感觉 你不相信 他不被相信 然后我们也曾经碰过 就是 有受害人在20年后 透过学校性评调查的普查性 然后开始说出自己的遭遇 然后他的妈妈也才知道 自己的女儿 当年在小学的时候 被老师心情 可是妈妈既然 在他性贫调查前 告诉他 得饶人处且饶人 那这个其实都是 对受害人造成的 恶毒伤害 并且很多受害人 都让我们知道说 他们对家人的这个 没有办法支持他们 他们会觉得这个伤害 不亚于 性侵他们的人 所造成的伤害 对 我觉得 主任刚刚讲的 这个事情就是 好 一个人出来说 当年或者说 持续地受到性暴力的时候 其他的人很缺乏 这种理解跟素养 就不知道要怎么办 有时候也可能因为 不知道怎么办 就一直想要息事宁人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刚刚整理出来的 就是说 还有一个共同利益 不想要损害 那个共同利益 所以就一直认为 MeToo 出来讲的那个人 是要掀起麻烦 常常会被认为 是麻烦制造者 我觉得这是直到现在都 很难解的一个部分 小玲 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其实刚刚大家讲到 家内性侵的时候 我的心真的很痛 因为就有两个人 他们跟我说 他们有考虑 因为我说你们可能 比起就是在网络上写 你们可能还来得及去 可能去走报警看看 就后来他们就说 我们有尝试 但他们要去做 这个动作之前 他们去问了 他们的家人 然后他们的家人 跟他说 你如果敢这样做 我会要你付出代价 他要控诉的对象 他要控诉的对象 是类似像 父亲或是什么 可能像爸爸或哥哥 所以当时他们跟他们的 跟他 他们觉得家里面 局外人讲 他们受到了 很严重的惩罚 所以就是 如果你敢去做 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那时候 我就在 我就一方面陪他们 然后看到底这个事情 他们还有哪些资源 可以找 或者是比较在地的 资源可以去问 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想 后来就去想说 这是不是我们社会 一直对于那种权力 还有大局 有非常大的迷恋跟崇拜 因为我们通常 非常害怕这个结构 受到动摇 即便它里面已经腐烂了 我们不太在乎 个体的感受 也不太在乎弱者 所以这样会导致 这件事情 一来它可以发生 因为我后来相信 所有的人 所有的加害者 在动手之前 他其实都是想得 很清楚的 他知道可以 对哪些人下手 所谓的一时冲动 那只是一个借口 其实这些人 他们很清楚 所以他们一时冲 就算是一时冲动 那个对象 都仔细去看 都是他们冲动的对象 也是有所选择的 他们知道 哪些人 比较有可能安静 对 然后另外 即使后来 他可能会遇到举报 他又可以再次 受到这个群体的保护 加害者可以在这个结构里面 一来他可以出手 二来他可能要遇到制裁的时候 他又受到很好的保护 我们就来说一下 被这整个权力的体制 保护的这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情况 MeToo事件有一些人是匿名举报 对不对 那匿名举报之后 我分享我看过的典型的例子 就是说可能就这个一个团体 或一个公司 或就一个组织吧 也好 就是有人被举报指控 然后呢 因为是匿名的 所以整个内部就开始了 所谓的猎物行动 一直要揪出是谁 造成我们的团体生育受损 好像很多人都有点头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我说我要分享 我看到的这些例子是什么 然后后来呢 就开始 好 比方说加害者是A 但是呢 负责调查这件事情 可能是B主管 C主管 或其他人 这些主管平常可能没有得罪人 或他们没有做什么坏事 可是他们会表露出极大的困扰 说我们被要求要 把这个事情要能够解决或怎么样 然后造成大家都不能工作啊 学校不能运作啊 然后你们到底是谁啊 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是出来用一对一的方 你们直接走法律途径 不要搞得整个机构风声鹤唳 然后就开始搜查每一个人 一个一个约谈 然后弄得大家都不行之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看过 所谓无辜的其他人 如何也被卷入这个保护机制 一起来保护原来的权利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例子 因为我真的 这一段时间从MeToo之后 看到很多卡在后面这个过程 这个跟刚刚大家讲的二度伤害很类似 可是二度伤害分很多种 旁边无辜的同事也会变成集体伤害的 您有举手 有这样的例子吗 我16岁那一年在教会的时候 被一个教会的哥哥性情 对 然后结果 他后来还有一些跟骚跟就是的行为 那我也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选择像教会里面的小组长求救 因为青少年小组嘛 就是会有那个 比如说 然后我那个小组长 他有另外一个男朋友 教会里的男朋友 也是带青少年小组的 他是男 就是他是女生带女生 男生带男生 然后可是那个哥哥 他是 把我们大概 他应该二十几岁 我那时候才16岁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 然后试探性的先讲了跟骚的那个部分 然后他就说好 他会去处理 但是我大概不到隔一天 我就收到了他男朋友那边 传来的讯息 指责我说他在伤害 我说我在伤害我的小组长 我的小组长第一时间也有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好好保护自己 为什么不离他远一点 然后对我来说 最让我感受到受伤的 其实是后面那个发生的事情 然后最后是我 就是我选择 就是再也不太近那个地方 就是他其实完全破坏了我对教会的信任 所以变成是你出来 但是那里面的恶吧 还是没有解决吗 对 我的跟骚是有停止 就是那个男生没有再对我有跟踪骚扰的行为 但是他们 他们还是留在那个地方 对 就是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事情 是 那我们这位朋友呢 那我现在的职业是一个导演 然后这一次的迷途运动 我是蛮早出来发文的 就6月5号的时候 那刚刚讲到了这个问题 其实有蛮多都是我有经历的 那因为我出来讲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也是一个有种 觉得这是我应该要负得社会责任的感觉 当然也有个生气 你就本来你长久以来觉得 这个事情我好像OK了 我已经有想起来了 我有跟朋友说过了 身边也有一些知识 认知够丰富的朋友 能够接住你了 或者是你也看过心理智商了 看过医生了 可以了 但是真的这一波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生气哦 就是 你们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 有一些声音吗 然后或者是媒体的报道 那所以我大概想了两三天以后 我就还是选择发文 但是这里面 其实我刚刚很多话想说 但是我常常还是在想的是 我现在要上节目 那我会不会有些人名 还是不能说 有一些单位组织 我还是不太能提 因为他们都还是高层 那比如说我发文以后 因为我写MeToo文 讲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的人选之人 造浪者 他就是那个造浪者 他帮了我们台湾 三个城市的市长选上 所以他对我来说 那心目中 就是他是一个高手 他是专门在操作这些东西的人 那所以我才会压了12年没有讲 所以那时候我选择用一个 写得很细整个过程 长达半年被设局的整个过程 写得清清楚楚的 那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写的MeToo的文章 我也有看 其实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多 社会认知的空白 其实都透过他们那些 巨细迷移的签字文 好几千字文都可以看到 问题到底在哪里 那也就是说 看那些文章 你会知道 今天真的如果说 很换个性别 或者换作是你 你也会不宜有他 你也会一样 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在您看到这么多的经历当中 除了 现在有几个层次 一个是加害人 然后社会的舆论 对不对 那有没有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同一个组织里面 本来应该是朋友的人 他们其实是无辜 或其实他们是旁边的人 会因为这个整个结构的 共同利益 变成也想要消灭这个声音 或者把一个人变成 带罪高样 不去支持这个受害者 你也看过这样的例子吗 我自己就遇到 有人来指责你 为什么要 类似说 应该说我发文的 几个小时内 我就接到电话 来自组织里面的 他现在是有官位的 然后他是当年的 我的学长 我问过他这个人 O不OK 因为我知道他在党部 他一直在为政治 他一直做政治工作这样 然后反正中间十几年内 我有试着想跟他说 所以这次我发文前呢 其实我还是 我心中还是对他有一个 信赖感 对 有个想象 有个依赖的 我觉得 对他是我身边 我一直以来长期觉得 他在政治权 但我在影响权 所以我觉得 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还是 本能的会觉得 学长给你看一下 然后结果 他最快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居然请的是 叫我改文 你觉得他为什么叫你改文 后来我想清楚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状态很差 就是很爆炸 我想了大概十天吧 看完心理智商以后 所以我才说我打电话回去骂他 因为我完全搞懂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了 他们是要切割为了高层切割 因为我那则新闻很多 他们等于没有办法逃避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感觉到 就是那个 很多人会来要把这个事情压下去 我觉得说大家听到的这个重点 本来期待要支持你的同学同事理解 结果却被孤立的感觉是什么 刚才其他举手的人 是不是可以说一下那个感觉 大家好 我是龙龙 然后我是大学生 然后我在两年前 我状况比较特别 我是那个状况是在精神病院 精神病房里面 然后我是因为犹豫症住进去的 然后那个嫁害者是一个 年纪是我两倍多的中年阿姨 然后我从第一天到第十二天吧 就是被他持续的性少少跟猥亵 然后达到我 就是到我身心已经无法附和的一个地步 就去告诉我的 告诉护理师 那时候晚班的护理师 然后护理师就跟我说 他第一句话就是 你为什么不早讲 我就跟他说 我没有办法跟那个阿姨 一起睡在同一个房间 然后就跟我说 好我会跟那个白班的护理师讲 结果到了 他就说我可以先换去另外一个房间 我就跟那个其他病友 一起搬去另外一间房间 结果早上来之后 白班护理师就跟我说 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为什么可以擅自跟动你的位置 然后之后我就一直抗拒说 我已经跟晚班的护理师讲过了 所以那个白班的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电话基本上都是不能不能打 就是那些求助的电话都没有办法打 所以我就是处在一个非常无缘的状况下 护理师就跟我说一句话说 我们不是剪紧掉 你去报警啊 然后我的主妇就进来 我就把先铺报纸在地上 然后最后再把我的棉被铺上去 然后主妇就跟我说 这样棉被会脏掉耶 对然后后来我那时候 是因为有一段的作用 我只想赶快回去学校完成我的学业 但是后来我出院后 没办法 甚至是PTSD 所以你也没有得到周围的人的理解跟指示 完全没有 然后后来就休学了 然后医院是过了超过一个月才通报 是到最后我的家长介入 他们才进行通报这个动作 谢谢大家